接下来我们讲交易员 交易员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流动交易员 一种叫做坐盘交易员 流动交易员主要是帮客户买卖的 坐盘交易员是帮公司进行买卖的 收入的来源流动交易员是透过买卖的差价 即是在外面批发那里拿些证券回来 便宜点然后再用一个高点的价钱卖给客户 即是低买高买在一些批发的地方 在其他人手上用一个便宜点的价钱买一些证券回来 然后用一个高点的价钱买给客户 OK 那坐盘交易员就靠投机赌博 赚价差 虽然都是低买高买 但是他不打算买回给客户 他纯粹赌钱而已 那我们就叫坐盘交易员了 风险来说流动交易员的风险就比较小 坐盘交易员的风险就比较大 OK 流动交易员即是帮客户买买的交易员是要拿牌的 坐盘交易员他都不是帮其他人做事 只是帮公司做事自然就不用拿牌了 那你可能问有些公司的同事又帮客户做事又帮公司做事 那这样有没有可能呢 记住 流动交易员和坐盘交易员呢 有时是同一个人来的 不出奇的 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担当流动交易员和坐盘交易员的职责 OK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财经分析员了 财经分析员呢 就是一些专业人士 这些专业人士可能是股票公司请的 或者是一间公司请的 或者是一些媒体请的 或者是一些经纪请的 那请他回来做什么呢 就是研究股票市场 期货市场 或者其他金融市场的走势 发展和表现的 那这些分析员 写完这些 看完这些报告之后 他自己就会得出一些结论 可能会出一些报告 出完这些报告就给他请他那个人看 或者是其他人看 或者是其他人看 看了这些报告去做投资决定 OK 这些财经分析员可能会用基本分析 也都可能 也有可能会用技术分析 OK 那为什么这些分析员的独立性是成疑呢 因为分析员可能身兼多职的 有时他可能一边做分析员 一边又做买卖 一边做分析员 一边又有些内幕消息 有可能一边做分析员 一边呢 自己呢 在帮公司去售一些产品给客户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同角色中间就有利益冲突了 譬如我明明想售这只股票给你的 我当然是说到他天上有地下无那么好的 那变成我说的东西未必可靠 那如果我不负责销售的 我不负责售的 我不负责售的 我只负责售的 我只负责售的 相对来说我就中立些了 但是事实 可能年尾花红 我公司跑不了数 我都死的了 所以你投资者 或者客户 一定要好留意 这些分析员的报告 是不是独立了 他本身有没有立场的 如果他身兼多职 你都不要太相信了 OK 好 那是 你都不要太像 独立的 你都不要太像 让你欣赏αν恐 你们不要太像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